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一口答应了 立刻高高举起了他 但是 就算是这样 小男孩都是太矮了 小男孩去找他的表哥们 让我站在你们的肩上 我可以分一块月亮给你们 表哥们二话不说 立刻站稳了 小男孩的爸爸站上去 让小男孩往他的肩上爬 但是 就算是这样 小男孩都是太矮了 小男孩又去敲轮居的门 让我站在你们的肩上 我可以分一块月亮给你们 邻居稳稳地站在地上 表哥们爬上去 站成一排 小男孩的爸爸站在最上 高高地举起了小男孩 但是 就算是这样 小男孩都是跌不到月亮 小男孩去找远方来的女人 让我站在你们的肩上 让我站在你们的肩上 我可以分一块月亮给你们 远方来的好心人 站在最底下 鄰居和表哥们 一路向上爬 小男孩站在最上面 他的爸爸高高地举起了他 小男孩突然想到 你帮手的好心人有那么多 但是月亮就只有一个 就算真的摘下来 妈妈都只可以分到小小的一帆 小到几乎看不到 小男孩很苦恼 他又是失望 又是生气 还用力抖腳 对自己发起了脾气 最后 他决定沿着小路向前走 前面会有一个人 可以借一张很高很高的梯 或者一条很长很长的鱼竿给他 小男孩走啊走啊 一口气 走了好几个小时 继续走啊走啊 一口气 走了好几日 他没有停止过脚步 走啊走啊 走了几乎足足一年 不知不觉间 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围着地球 走了一圈 终于 在小路的尽头 小男孩看到自己的家 小男孩松了一口气 走了那么久 他都累了 脚都痛了 然后他惊讶地发现 大家都还在等着他 他的爸爸 他的表哥们 附近的邻居 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好心人 小男孩多么想和每一个人都送上一块月亮 于是 他努力地向上爬啊爬啊 他已经生高了一点点了 还有那么多的人在帮他 小男孩终于爬上了月亮 他发梦都没想过 月亮竟然大得惊人 他大到足够分给爸爸和表哥们 分给所有邻居 分给每一个远方的好心人 如果再努力地找一找 还可以分给更加远的邻居 更加远的好心人 送给天底下所有的妈妈 但无论如何都好 他一定会选一份最美的月亮给妈妈 因为我们都只有一个妈妈 月亮是最好的礼物 刚好可以送给他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拜拜 拜拜